这是1958年,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仙和妻子许露希及儿女拍摄的全家福 这张照片拍摄后,他便人间蒸发28年之久 他当时接受了研制原子弹的任务 而这又是国家的最高机密 他只能28年默默坚守在戈壁滩 和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 为祖国的国防建设献出了毕生的心血